喂 喂 喂 不要随便刷一刷 裡裡外外的刷乾淨 好 小梅子 還不快點來刷牙 天啊 這是什麼聲音 我的老天爺 這是什麼回事啊 妈妈 那个 这是什么 这不是水果酒吗 你在花什么呆啊 还不快点去拿拖把过来 老公你也不要站在那里 快过来帮忙 知道了 真是被他气死了 可恶 这瓶酒要价可不便宜 爸爸 等一下妈妈 这不是我的错 我拿拖把的时候 它自己掉下来的 你要不是长脚了吗 还会自己掉下来 妈妈 我真的只是想把拖把 拿出来而已啦 妹妹姐姐 小妹子姐姐在杯酥上 怎么办 没事的 小妹子姐姐的杯很强壮 反正她挨打也不是一两次了 哇 好香哦 先收起来以后再拿出来吃 妹妹 让我吃一个吧 不可以啦 我都还没有尝过味道啊 那就让我开开也好 我开一眼就还给你 真的只能开一眼 装碗给我 哇 好漂亮哦 可以拿出来看吧 我帮你放回去 我的辣民超辣民 你听过吗 小妹子姐姐的魔法之兽 魔法之兽 对 魔法之兽 就像失了魔法的米达斯之兽 只要是被你碰过的东西 只要是被你碰过的东西 就会被打破或者是弄坏 妈妈 妹妹 你才刚碎变啦 天啊 妹妹 小妹子 你待在里面好好反省 不要 妈妈 我不能在房间里反省吗 这里太冷了啦 妈妈 这个丫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 妈妈 好了妈妈 我的脚没有很痛 而且我跟姐姐约好了要玩上披荆游戏 在这个节骨夜 你还只想到要跟你姐姐玩吗 妈妈 姐姐 姐姐 无南吐司娃娃来了 天气很冷 抱着这个去乱吧 被妈妈发现之前 快点离开这里 没关系啦 妈妈去菜市场了 吹美美 妈妈刚刚有没有紧张过你啦 妈妈 娃娃我会转交给你姐姐 你不准靠近这里一步 妈妈 姐姐不在真的好无聊哦 姐姐 我们买这个一起带吧 可是这不是好朋友一起戴的吗 有什么关系 姐妹的感情也是友情啊 哇 好漂亮的戒指哦 哇 下雪了 姐姐 外面下雪了 我们一起去堆雪人吧 被妈妈 被妈妈发现就钱 快点走吧 妈妈现在不在家了 她跟妈妈外出了 很晚才会回来 那好吧 小郭巴 你也过来帮忙 快点 小郭巴 你也过来帮忙 快点 姐姐 我们要开始做雪人的头部了 不行 这样还不够 你要做哪一种雪人啊 我要做多多雪人 要做出多多肚子上的肥肉 就算用掉全部的雪也不够 我要把我想做的雪人 全部都做出来 好棒 姐姐 这简直是艺术品啊 接下来要做谁好呢 可不可以也帮我做个雪人 我也好想要一个 长得像我的雪人呢 当然可以哦 啊哈 对了妹妹 你想不想当一次真正的雪人呢 什么 真正的雪人 妈妈 怎么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家 姐姐呢 妹妹姐姐跟小梅子姐姐出去玩了 什么 这两个丫头 小梅子 妹妹 别管了 就让她们玩吧 妹妹 妹妹 妈妈 爸爸 妹妹 这是怎么回事啊 妈妈 妈妈 因为妹妹说想当真正的雪人 我就帮她做了 爸爸 我很想真的雪人吧 可是 这样为什么没有拒绝了 而且好像认来认了 老公 我们快点把妹妹挖出来 老公 怎么办才好啊 雪已经结冰了 根本就挖不动吧 好 医生 这里就救我的孩子 在这里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小梅子 小梅子 我 我没想到会这么冷 肉片怎么会不冷 你是笨蛋吗 好了 老婆 你 犯了 全部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造成的 我 真的 我真的是个坏姐姐 小梅子 小梅子 我不会再忍耐了 我要离开这里 没错 从现在开始 这个残酷的世界 龙龙米达 死只手的少女不存在了 真是痛快啊 暴风雪啊 继续吹吧 真的不需要任何规则 我终于自由了 再大的暴风雪 也打不倒我 我看看 哎哟 幸好已经退烧了 对了 妈妈 姐姐呢 你姐姐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哎哟 姐姐 我在哪里 姐姐 等我 哎 你们三个 有没有看到小梅子姐姐 小梅子姐姐吗 对了 我看到她一个人 往后山的方向走过去 什么 后山 好 啊 啊 这边是姐姐的脚印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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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姐姐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你的感冒也已经好了 来这里做什么 快点回去吧 这个城堡是什么 这里是我打造的小窝 我决定以后在这里过日子 什么 开不下话了 哪里不下话了 好了你不要烦我快点走 姐姐不要追啊 快点跟我一起回家吧 不要 我绝对不回去 虽然有点寂寞 但是这里才是适合我的地方 对了姐姐 这是我想跟姐姐一起带财买的 这 这是什么 姐姐除了是我的姐姐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快点跟我一起回去吧 别说了 拜托你快点回去 你还不知道吗 我这个姐姐每一次都让你受伤 你跟我在一起没有好处 以后 不要再找我了 姐姐 做得很好小梅姐 你不可以动摇 姐姐 我不会一个人走 我要跟姐姐一起回去 你马上离开我的冰屋 你马上离开我的冰屋 姐姐 我会受伤并不是姐姐的错啊 是因为姐姐有魔法之手啊 魔法之手 你病好了再跟你算账 等你病好了再跟你算账 好好吃啊 谁叫你要一起跟着吃那种地方 我的命好苦哦 妈妈再给我一口 不要再吃了 好想我的 祝福 姐姐 我们出去 一起追选人好不好 OK 走吧 这个世界常常会发生很奇妙神秘的事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会从记忆中消失 什么 你们的鞋子也被偷了吗 是啊 我的那双名牌球鞋也突然消失了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双鞋子 我的鞋子是再也买不到的 意大利工匠手工缝制的新浪白皮鞋 看样子 我们把每个人的鞋子都被偷了 我叔叔曾经告诉过我鞋子消失的原因 听说有个叫夜光鬼的 专门偷小孩子的鞋子 因为他会把偷来的鞋子吃掉 所以鞋子就再也找不到了 什么 夜光鬼 世界上哪有什么夜光鬼 我昨天好像看到那个鬼了 昨天晚上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你是谁 那是我的鞋子 站住 因为太突然了 上车已经来不及了 这 这是真的 还假的 别开玩笑了 谁开玩笑啦 跟夜光鬼比起来 知道鞋子不见会生气的妈妈才更可怕 追小梅 所以 我无论如何都要把鞋子要回来 谁要跟我去抓鬼 小梅子 我来了 小梅子 你好啊 奇怪 其他人呢 他们说很害怕 真是群胆小鬼 昨天 他本来也要拿美美跟弟弟的鞋子 是被我发现才逃走的 如果真的是夜光鬼 今天一定又会出现 鬼长得很可怕吧 一定也有獠牙 他真的出现了 好可怕哦 孩子们 对不起 站住 你这个偷鞋子 这次绝对不让你跑掉 你不想把我们的鞋子还给我们 没错 快点把鞋子还给我们 明知 在你的反方向了 我知道 但是我不敢转过头来看他 孩子们 真的很抱歉 但是我一定要把鞋子拿走才行 万一鞋子不见了 知道我会受到什么处罚吗 至少会有好几天要在恐惧中生活 我的天啊 难道你们家里也有怪物吗 怪物 是还不到那个程度了 总之你把鞋子拿走会让我很为难啊 其实啊 我是睡觉经理 我的工作是帮助世界上的儿童 在晚上能够安稳地入睡 可是不久前 在今年的最后一天把所有小孩的鞋子都吐来 否则 我会让这里所有的睡觉精灵 永远都消失不见 因为夜光鬼的缘故 我只好让大家睡着 偷走小镇上所有小孩子的鞋子 时间快到了 我要赶紧回去了 不可以 你要去哪里 米芝 我要先追上去了 米芝去哪里了 喵 小锅巴 你怎么又跟到这里来了 天气这么冷 喵 真是的 我已经够忙了 好了 过来吧 米芝 你慢慢跟上来吧 好 幸好在时间内赶到了 那是什么 我们的鞋子全都在那棵树上 我照你的意思做了 你快点把它们放了 很好 你做得又快又好 可是该怎么办呢 你的能力这么强 我怎么舍得让你离开我身边 不可以 你不是说好了这里挂买鞋子的话 你就会放我们回去吗 那是我的自由 请你不要这样 我真的再也不想去偷 追上小孩子的鞋子了 小梅子 小梅子 这对不起 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就是夜光鬼吗 马上把那里的鞋子还给我们 不要这样 夜光鬼是非常可怕 又疏狠的家伙 嗯 那双鞋是 你就是这双鞋的主人是吧 小啰嗦 快把鞋子还我 要不然我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你干嘛吃鞋子啊 怎么办 没办法还给你了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是猫 是猫啊 它不敢亲自偷这里小孩子的鞋子 难道是因为怕猫吗 喵 小猫咪 你到底是谁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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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不想来这个小镇 快点按照之前的愿意 放完所有的精力 然后再也不要出现了 好知道了 我知道了 快点叫这些猫离开 快点把鞋子放回原来的地方 你这鞋子也不能上 要把鞋子全部放回去 我知道了 我马上做 早就该这么做了 喵 你跌倒了也很痛吧 真的很对不起小波巴 谢谢你 托你的福我们才能够打扮夜光鬼 从现在开始 我们精灵都获得自由了 我又没做什么 我也很谢谢你 我以后怎么办了 如果我不吃鞋子 我很快就会饿死的 其实夜光鬼 本来就要吃小孩子丢掉的旧鞋子 才能够存活 他的本性也不是那么坏了 是吗 来 先用这一只鞋子满足你吧 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 可是你的鞋子被夜光鬼吃掉了怎么办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最多也是被我妈妈疲劳轰炸几天就没事了 既然这样为了表达歉意我送你一个礼物 哇 好神奇哦 看样子你果然是真的睡觉精灵没错 当然咯 我会继续帮助你们在夜晚安稳的入睡 你们也要活泼开朗的好好长大哦 还有 你不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事 不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事吗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要回到原点 就算你不记得我 我还是会永远记得你的 还有鞋子也都会回到主人的身边 哇 鞋子回来了 找到我的鞋子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小梅子 吹小梅 你快点出来 哇 一大早都什么事啊 老师回答我的问题 这双鞋子是哪里来的 嗯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还要给我装傻事吗 我真的不记得了 这个世界 常常会发生很奇妙神秘的事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会从记忆中消失 嗯 虽然我的鞋子又回来了 可是我一点都不开心 嗯 为什么只回来一只 到底是谁在恶作剧啊 知不知道这双鞋有多贵 只还一只倒不如不用回 借给客户的小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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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s 把女儿丢着不管到底去哪里了 嗯 嗯 妈妈 什么嘛 妈妈知道我站在大门口 等多久了吗 我等超过三个小时了 我出去不到半个小时 美美今天比较早回来 我去买菜的时候 顺便买了他们的衣服 这半个小时对我来说 就跟三个小时样成 谁叫你刚刚不跟美美一起回来 明明是自己贪玩还怪谁呀 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马上要怎么补偿我 该怎么办呢 小梅子 什么事 妈妈忘了买豆芽菜了 你快点去买回来 不要 我现在要看电视了 今天播出特别节目 因为妈妈要准备做晚餐了 实在没有办法出去买 崔美美你去买回来 我也不想出去啦 美美的速选也还没有好到 可以正确的找零钱回来 还是你出去买 真是的 买回来之后要看电视也绰绰有余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货 你不想吃晚餐了吗 知道了 快点拿钱给我 我快去快回 你有时间的话多练习数学吧 我要快点买回来然后看电视 拜托灾难之前 特别节目请问不要结束啊 给我一包豆芽菜 我拿出吃蛋的力气拼命跑过来 令我追求那节目成长中的儿童 都放弃了没看 这算什么 因为妈妈什么事都不帅 好 今天就偷那家吧 天呐 听说今天会下雨 你没带雨伞出去哦 妈妈又没有说要带雨伞去 豆芽菜咧 今天是不做生意的日子 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勾销吗 是吗 那就没办法了 你快去黄姐把衣服换下来 准备吃晚餐啦 那么各位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咯 已经结束了吗 孩子们吃晚餐咯 真的结束了吗 特别节目又不会重播 难道我再也看不到了吗 还要再等一个星期才能看下一集吗 好美 白 都是妈妈害的 我以后不会再听妈妈的话了 如果我再听妈妈的话我就要改信了 到时候我就不信 却也是姓黄黄小美 真是的 看我还听不听妈妈的话 这是什么声音 怎么有哭声传来啊 美美 你姐姐在哭吗 我也不太清楚 姐姐 你的脸怎么了 生妈妈的气势吧 不要理她 你们快点吃坏 小梅子 你尝尝这个 这道菜是你最喜欢吃的 你是怎么了 跟菜一起吃 我不要吃菜 只吃白饭会噎到 先喝一口水再吃吧 我又不要喝水 你刚刚淋到雨 童话还是吃的 用吹黄鸡把童话吹干 我不要吹童话 我不要听妈妈的话 绝对不要听 还有 我们小梅子要读书啦 我不要读书 你又要去哪里啊 去洗手间 用完洗手间 记得一定要关灯哦 我不要去洗手间 是吗 那你要做什么 我什么事都不要做 那就什么事都不要做啊 不要 我要开始跳舞了 我要开始跳舞了 妈妈 我好酷哦 好 各自回房间睡觉 爸爸妈妈玩 小梅子 你不睡觉 我不睡觉 那就继续站在客厅吹冷轰吧 不要 我要去房间 可是绝对不要睡觉 小梅子好像真的很生气 她生气又怎样 不要理她就好了 我不睡 我不要睡觉 以为我会乖乖听妈妈的话吗 绝对不可能 我才不要听妈妈的话 我会听妈妈吧 刚刚下了一场雨 路上都没有行人 今天这种日子 最适合行动了 这是什么声音啊 对不起 我刚刚放屁了 萝卜长这么大了 带回家煮菜的时候可以用 今天的运气似乎不错 这幅画是皮货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幸好没有看到我 我的隐身术果然是世界上最强的 妈呀 祷告我真的听到怪声音 这次不是我 我刚刚听到外面有哐的一声 什么外面吗 你是谁 我绝对不要睡觉 我不要听话 不可以这样 小孩子本来就是要早睡早起才对 像让独带暗处下大人是不对的 不要 我就是不要睡觉 难道是 你现在在说梦话吗 说梦话对吗 好像真的有小偷进来了 现在要怎么办 噓 也对嘛 这个时间小孩子怎么可能醒着 害我白担心了一场 我现在才没有睡着呢 真是的 你明明睡着了还想否认吗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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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不扔动 我睡小偷没错 可是还没开始偷 有小偷吗 小梅子 你到现在还没睡吗 我不是说了我不睡吗 我绝对不会睡的 到现在还在玩玩看游戏吗 我们家遭小偷的歪处是怎么办 他是小偷吗 真的是小偷叔叔 他果然没有睡着 早就被他发现了 我当小偷十年了 竟然被一个小孩子发现 管他有没有遭小偷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小偷的话把家里东西全部偷走好了 这位小朋友真是胆势过人啊 鸣子孩子到底有没有脑袋啊 跟冷酷无情的妈妈比起来 这个来家里偷东西的小偷好多了 我真的好讨厌妈妈 好讨厌呐 这两个人火力十足 不相上下 你还要继续有力启闹吗 真的不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根本没有一点好处 现在开始我要随心所愈 太太 家人之间有什么问题 坐下来慢慢谈 我先告辞 小朋友 你在做什么 拜托你带我走 小梅子 你快点过来这里啊 我要快点离开这里了 不管了 拜托你放开我 小孩子要听妈妈的话 那是叔叔不知道才会说这种话 我快要疯了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פה � YUFB арищ 戴桑 沙握乳女儿还给我 小偷 傻公 这根萝卜 是你们家遗失的物品对吗 是啊 好像是我们家的 三更半夜的怎么回事 多亏了你们那位勇敢的女儿 我们才能很快地抓到小偷 那个人啊 是最近常常在这一代偷窃的惯犯哦 这样哦 幸好抓到了 对了老公 小梅子在哪里 就是啊 真的很固执 你要继续不吃菜是不是 还有很久吗 爸爸真的忍不住了啦 你就是因为不吃菜才会贬秘 我才不要吃菜 不然跟妈妈去医院好了 我不要跟妈妈去医院 别的事情我都不要听 只有吃青菜这一点还是听妈妈的话比较好 贬秘真的 太痛苦了 为什么第一堂偏偏是国语 小梅子 你上课之前有办法写完吗 明智啊 没有你的帮忙 我因为没完成作业被赶出教室的 那么 我把我的作业借给你参考吧 谢谢你 这次你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哦 我看看 是哪个家伙打我 小梅子我都看到了 老师不是那样的 你的努力还是很值得教许啦 不过今天不上国语课 各位同学注意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考试 特别的考试 没错 现在开始要进行智商测验 智商测验 小梅子学习进行智商测验 好了 同学们安静 不只是我们学校 这是针对全国学生进行的测验 所以不用紧张 大家只要抱着轻松的心情 回答问题就可以了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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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你说出来了 是不是智商测验的结果出来了 听说我们班测验的结果 最让人感到震惊 老师们都议论纷纷 最让人感到震惊 那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智商太高而震惊 还是因为太低了而震惊 这个我没有听到 因为老师叫我赶快去上课 所以我只好离开办公室 我们要不要直接去问问老师呢 因为规定不能公开结果 所以老师绝对不会说的 等一下 你刚刚怎么会在老师办公室里呢 因为我是老师座位的职日生啊 你这个星期不是职日生啊 我在花园踢球不小心打破窗户 所以被法打扫 是吗 这真是个好方法 是谁往办公室发向踢球的 到底是谁 是我跟多多打破的 老师对不起 我不会打扫办公室 好聪明啊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顽皮 三天两头的闯祸 老师现在要去会议室 跟学生家长面谈 你们要把这里打扫干净 是 你放在哪里啊 你快点找找干啦 桌上的资料实在太多了啦 到底放在哪里 终于找到了 你不要停下动作 表现得自然一点 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里 怎么还在这里 天呐 擦得闪闪发亮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哪里快啊 都过了半个小时了 我还以为你们随便擦擦就走了呢 因为有太多灰尘了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快回教室吧 没关系 老师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 我们要打扫的地方 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 还要扫哪里 不用了 回教室吧 你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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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席你这是在做什么 假装跟我打架 帮我推到书桌那边 快点 啊 你臭假装 你怎么可以真的打我 看那个 太过分了 我看你们是吃了熟心豹子蛋 竟敢开办公室打架啊 给我把手举高一点 可以用这个取笑最少没一辈子了 多多 我问你 你对帮助有困难的朋友这句话 有什么想法呢 嗯 推小梅的智商是79这个秘密 我跟你要把这个秘密 带到棺材里 OK OK 你们两个把手举高一点 罚蛋的人还这么多话 真是吵死人了 你 你什么时候开始站在那里的 这个吗 我好像没有义务跟你们说这些吧 他应该没有听到吧 他应该没有听到吧 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一般崔小梅的智商之原是 什么 79 噓 小心一点 真的一个都没有看到吗 真的没有看到 因为老师们都在办公室 我们连找都没有办法找 两个没用的家伙 你们的智商不用看也知道 连找个东西都不会 智商有没有到90啊 敏志 我的脸上有什么吗 嗯 好奇怪 他们为什么盯着我们看呢 敏志 天啊 知音学姐 学姐你好 敏志 我记得你是三年一班的对不对啊 她是谁啊 哦 你可能没有看过她 这位是知音学姐 我妈妈朋友的女儿 现在是六年级 哦 对了 你们班上有个叫崔小梅的吧 这件事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哦 那个崔小梅听说智商只有79 啊 啊 怎么 好了小梅子 这一定是谣言 你冷静一点 啊 这个数字也太强了吧 不是80也不是70 明确的说是79 这表示一定有什么 等等 那是什么 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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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是哪个人做出这么幼稚的行为 天啊 小梅子你来了 你去哪了 现在才来 该交的作业你都写完了吗 写作业如果有不会的题目 你可以随时来问我 你知道吧 你说什么 是啊 朋友之间本来就要互相帮忙 不要每次都抄明智的作业 自然作业可以找我 你不要说我 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是你们散步摇曳 是我的智商只有79 对吧 是不是散步摇曳 你在说什么 你到底有什么根据 说我的智商是79 难道你们看到我的分数了 啊 今天看到了吗 刚好偏偏只看到你的 不是 不是那样的 这么说 是真的 小梅子 吃晚餐啦 叫你吃话没听到啊 我等一下再吃 我见了你最喜欢吃的香肠 我说等一下再吃 我现在不想吃 干嘛你进来烦我 你是天气太冷中暑人吗 你在地上打滚我都没有说你了 等一下 妈 过来这边跟我聊一聊 你又是怎么回事啊 总之不要管姐姐 先跟我聊一聊 哦 在学校做的智商作业结果出来了 姐姐的智商 哦 什么 小锅爸 我的智商跟你差不多 可是我为什么会当人类呢 喂你好 天哪 老师好久不见了 最近好吗 什么 明天吧 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跟家长讨论有关小梅子的智商问题 哦 是 我知道的 我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 因为这件事需要跟您当面商量 这一次啊 我们学校做了智商测验您知道吧 是 我听说了 因为小梅子的分数出现出乎意料的结果 为了小梅子的将来 或许可以考虑去别的学校就读 什么 去别的学校就读 我说老师啊 虽然我知道我的孩子脑袋不灵光 可是把他赶走也太过分了 什么 脑袋不灵光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这是什么啊 这上面写的分数是多少 一百七十几 小梅子 听说您妈妈今天来学校咯 喂 各位同学们 三年一般是孙小梅的智商 其实是一百七十九 到底是谁说只有七十九的 孙小梅的智商是一百七十九 孙小梅 我可爱的女儿小梅子 大家来吃饭的 最近举办的全国国中小学生智商设验 位于守我的一所国小出现了最高的智商 目前九度过小三年级的这位学生智商是一百七十九 据说只可以进入世界十大天才的高智商 哇 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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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早安 哇 小梅子 我没想到你居然会这么厉害 我觉得好开心 那么崔小梅你以后 还会继续在我们学校上课吗 上午我会来上课 可是下午就要去英才重心了 英才重心 真是的 一大早就在那里吵个不停 对了 我忘了说了 我妈妈昨天不小心看到N仙女的分数 很可惜的是 刚好99 99 好 今天招会开始前 我要先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班同学崔小梅 从今天开始下午都要去英才中心 因此以后下午的课 不能跟小梅子一起上了 有重要的作业大家要互相帮忙 知道了吗 是 有你的快递 这是什么包裹啊 天哪 这是英才中心寄来的 怎么啊 智商测验的妙误 崔小梅 怎么回事啊 下一周周母了 不用去英才追星吗 我也不知道啊 突然接到教授通知说 今天岂不又去了 我们做出了崔小梅同学的智商测验是错误的结论 透过这次测验 我们得以发现智商测验本身有着极大的问题 因此才发表了这篇论文 最近韩国英才中心发表的论文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知道智商一百七十九的国小生的教授 因为发现了学生的理解力大幅降低的现象 在论文中提出了智商与理解力 电视关掉 失换了 妈妈 教授的论文 真的连看都不看一眼吗 哼 我才不管什么理论呢 自古以来 不可以用挥宿来评价一个人的能力 这么厚的论文用来当隔热店更更好 怎么还不回来 爸爸 哎呀 你又不知道爸爸提点回来 怎么在外面等我呢 小梅子 等等 小梅子 小梅子 真似的有那么喜欢吗 哎呀 这不是普通的喜欢 是最爱 我的最爱 比面包变的奶油面包 哟哟 爸爸 又被姐姐丢在外面了吗 就是啊 谁叫你每一次领奖金的日子 都要买那么贵的面包回来 把买面包剩下的钱给我 是是 当然要给 在这里 怎么回事 为什么只剩这么一点钱 因为今天买的面包比较多 你早听我的话 一个人买一只冰淇淋不就好了 干嘛买这种东西 老婆 孩子喜欢吃你就不要说了 好想吃跟天花板一样大的奶油面包 还不快点回你的黄金系写功课啊 太厉害了 差一点就吃到超大奶油面包了 小妹子 这样子腰会痛去疏捉谁 昨天吃了那么多了 怎么一整天还在想着面包 我就是想吃这么棒吗 干嘛打我 你到底是像谁啊 一天到晚就只想着吃 我是说女儿都像妈妈吗 妈妈 你要做什么 妈妈 我当家庭主务也三十能 你们不要以为妈妈只会做菜 我要让你们刮目相看 妈妈 难道要自己做面包吗 没错 拭目以待 躲 躲 躲 躺 躺 鬆躺 完成了 看起来好好吃喔 停 等一下 你先不要急着吃 你姐姐勒 它在黄金里吗 什么 给它去烤蟹包的香味 这个不是我要的味道 崔小梅 你给我过来 这丫头又跑到哪里去啦 真是气死我了 姐姐现在会去的地方只有一个 只有那里咯 妈妈 崔小梅 你还不看你给我出来自首 什么 小梅子来了 我没听说她今天要来 这孩子真是的 什么时候来只顾着吃面包 小梅子 怎么不进来吃呢 里面有刚出炉的面包 小梅子 来我们店里做一下吧 我刚烤好了摩哈吐司 要不要尝尝看 崔小梅 这吃什么啊 那个好吃吗 哎 为面包店的奶油面包 真的很好吃啊 还有没有推进的面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妈妈 这是姐姐啊 是Bread小梅子 你说什么Bread什么啊 Bread小梅子意思就是面包小梅子 只要说到面包没有人能比得上 姐姐的味觉 好 原来是小梅子的妈妈 所以希望小梅子有时间能光顾一下 只要小梅子说好吃的面包 就一定会大受欢迎 您帮我说服小梅子吧 妈妈 看到了吧 所以妈妈今天随便做出来的面包 是不可能让姐姐吃了之后跳高推舞的 欢迎光临 请问蛋糕放在哪里啊 哦 原来放在那里啊 你要买蛋糕吗 今天只要是买蛋糕的客人 我们就会免费赠送两个奶油面包 搞清楚 我绝对不是因为你们店里的奶油面包 好吃才来的 什么 欢迎光临 那不是小梅子的爸爸吗 你好啊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是啊 怎么回事啊 真是的 每次都麻烦你 那么谢谢你了 为什么只买蛋糕呢 老奶奶 我要买十个奶油面包 难道 现在是要把面包 装在那个袋子里吗 哎呀 我们家的孩子啊 都很喜欢吃这个面包 请问刚刚那位大叔曾经在这里买过面包吗 嗯 怎么了吗 这关系到很多人是不是受骗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从来没有买过 怎么可能 是吧 所以你一直赞不绝口的只不过是路边一个卖八块钱的面包吗 你少不说八道了 为什么要编造这种谎言 恩西是不是你看错了 哎 如果我看错了 我就一辈子当醉巧梅的奴隶 搞什么啊 醉巧梅 你快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我才不管那个是不是八块钱 我是觉得好吃才说好吃的 什么 你不是说微面包店的面包贵的有价值吗 还说用了好的材料才有丰富的味道 那是 难怪我就知道会这样 小梅子的口味怎么可能会那么高级嘛 你买了便宜面包之后 到底把剩下的钱藏在哪里 老婆你听我说 还不快点老师招来 你也觉得我是随便乱说的吗 草莓 谢谢你们特地来捧场 恭喜你 哎呀干嘛这么客气 草莓你好 小梅子也来了 恭喜你 哇你们的店布置得好漂亮 这是试吃的吧 我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 这湿湿润润的口感 外表柔软有我谈的心意塞发出浓浓的面粉香气 再加上鸡蛋和奶油组合成的内馅 这个面包绝对会大受欢迎 这个面包真的很好吃 哦这样啊 你把这些吃完我们等一下再吃就好 好我家里还有事情 同学们待会学校见了 哎呦看样子不会马上停 我拿雨伞来了下班以后下来 我在公司门口 哎呦造成问题的面包店跟小摊子原来就在这里啊 哎呦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才停 这些给您 嗯 老奶奶 我们店里有一把很大的遮阳伞 要不要借您 不用啦 你每天把剩下的面包给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啊 啊 这都是NG面包 反正放在店里也没有办法卖给客人 呃这这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好意思每次接收您的帮忙 真是谢谢您 不用跟我道谢 我要快点进去了 希望您今天能早点卖完 啊 哎呃 警官老奶奶啊 这些奶油面包是那家面包店给的吗 哎呀 你看到了 虽然外观有瑕疵 但是味道一样 不管大家怎么说这个面包 是全世界最美味的面包 是全世界最美味的面包 咱们ダ套 好 咱们 体温 体温 咱们 咱们 可